在今晚11月16日的谷草夜菜,有几匹马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匹值得你留意的是第二场五班谷草1200米的6号马,富全英雄 这匹马现时是一匹价野的11倍的冷马 为什么这匹冷马值得你留意呢? 如果你去第二场的实力马看,你会看到这场赛事 同程的实力马只有两匹,富全英雄和这匹 那两匹都是放头马,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两匹马 你会看到其实富全英雄是有交界的前足 那个末段也不断,而且时间指数是正的 即是说这场赛事由于富全英雄排档较久 所以也有较大的机会是放头 如果他放的话,由于缺乏了同程的实力马 更何况是见不到回团瑟加速的时间指数正的同程实力马 所以这匹富全英雄是这场短途赛事由于富全英雄 又是占有很大的优势 如果你看到其实贵内的其他的短途实力马 你都看不到是有正指数的 你都看不到是有正指数的 即是说贵内的那些 所以如果这场赛事富全英雄继续放头的话 他说他被前足,他是缺乏对手 即是其他的对手追到他的机会相对较低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这场赛事是长期33 其实这场是一场五班的高水准赛事 怎样知道? 你去你那个赛事水准高低 长期打33 在他后面回来的,你看到吗? 2、3、5、6名的马匹、树将都是跑同情 在五班分别是1Win、2Q和1个第三名 即是说证明这场的富全英雄33场次 是一场五班的高水准赛事 而这匹马又是一匹放头的马 在这场的赛事 由于他是一匹有赔率的烂马 所以这场的赛事 其实这匹的富全英雄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因为他是属于一匹同情的放头实力马 兼是有投注价值的实力马 而今晚第二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三场四班谷草千叶米的4号马 起进之声 这匹起进之声 是一匹隔夜的五倍的马匹 其实这个五倍也是属于不错的赔率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场赛事 如果你去实力马看 你会看到这一招 就是同情的实力马 如果你看放头马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 顺放头马 只有一匹 就是起进之声 其他的都不是短途的顺放头马 换言之这场赛事 起进之声 放头的机会也是很大的 如果他放头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匹马 上将前将都是入Q的 但是两场入Q的方式是不同的 前将是放头 第二是用一个万放 潘绵辉是万放回来 然后末段是可以加速的 就是说他慢放得来 末段加速 而紧紧负他的头位 如果你看这场赛事 其实他负给那匹马 叫做威武个省 而威武个省 书将再出也是赢的 就是说他输很少 上将起进之声 所以就采用一个快放回来 是不是 头段 是否就是用一个非常快的头段 而捱到一个正的时间指数回来 金像由于放头马不多 所以可能有机会做一个 慢放不断加速的跑法 如果有放头马 他也可以用一个快放 做一个正的时间指数 好了 如果你再看时间指数 和其他同情实力码比较 他这个0.04 是所有的同情实力码里面 是最快的时间 如果他快放的话 他的时间也是最佳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 当然做了一匹是 红衣火王 但是红衣火王 背着轻棒是三班 金像是十一档 所以不是那么有利 换言之 他可以用一个本身的时间 来做一个优势的快放的话 好了 假设这场赛事 没有什么放头马 他是可以慢放的话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 最佳的 没断加速力 0.89 即是22.56 所以这场马 在这场赛事 其实由于同情实力马 也是不强 即是无论在时间指数比 或者在那个 末段那里比 他这匹的起进之声 都是占有一个优势 OK 所以在这场赛事 这匹的五倍的起进之声 这场赛事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OK 当你有这个表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码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会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有实力的 冷码 OK 如果你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选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ninBurnin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 选码秘谀的片 就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码的方法 和你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码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片 当然了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牌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两个表了 就可以像其他的用者一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的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码 当然了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码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选码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 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吧